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上次看了這個有趣的報紙的標題 非常有趣 Ubsurd 很荒謬的 搞那麼鬼啊 OK 那我們看到了16個 那剩下一半 我們把它看完 總共31個 真是有夠多 上次光講了146個 講了20分鐘 17個說什麼 Man arrested for everything What the hell OK 所以這個人被逮捕 為什麼逮捕 一切 所以有點看不懂 在說什麼 說實在 好 這第一個 沒有那麼好笑 說實在 下一個 這個 Bridges help people cross rivers What else do bridges do OK 橋 bridges 幫助人們過河 就橋還能幹嘛 所以這樣的標題 不知道在幹什麼 下一個 Girls schools still offering something special Head 天哪 好糟 好 你說看不懂 我解釋給你聽 所以 女校 Girls schools OK 女校真的就是 Girls school 好 那 男校就 Boy school 沒問題 所以像 熊女 高雄女中 KGHS 我都沒記錯的話 就是高雄 Girls high school 就這樣 就女校 Girls school 那下一個問題 何校怎麼說 男女何校 難道叫 boys and girls school 是嗎 不會這樣說 就叫 co-ed OK co-ed school co-ed是什麼鬼啊 一起交 co-education 合理了吧 對不對 所以兩個性別 我在過去 孩子是兩個性別 年代 所以co-ed 兩個性別 co-ed schools 那可以延伸到其他 像例如說 以前有打 壘球 壘球隊 有分男子 男子 女子 隊 也有合在一起 打 所以那個就是 co-ed team 好 所以女校 還是有 offer一些 特別的東西 所以 似乎 就是在 就是在 歡迎大家來讀女校 so girls schools still offering something special 還要給大家 一點特別的東西 然後加了一個 hyphen 仿佛就在說 這特別的東西 是什麼 下一個字 講的是head 那我們理解 這個head 一定在指的 就是 這是 學校裡面的 什麼教育組長 或幹嘛 那種 組長 或什麼東西 我們就叫到head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什麼部門的 頭這樣子 the head OK 可是偏偏head 這個字 在江湖上來說 就是口交 OK 我很粗俗 我知道 不過你要 你必須要知道 這個 不然你看我頻道 幹嘛 假如說 我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我竟然就跟我的 朋友們臭屁 我認識一個妹子 超會吹的 很過分的一個話 我知道 可是 如果今天真的跟人家說 那個女生 超會 技術超好的 我就可以說 she gives very good blowjob 這OK 如果你可能 大概也知道 blowjob 也就是 女生幫男生口交 但他也可以說 she gives good head good head 所以head這個字 的確是 真的是可以叫做 口交 這樣子 OK 所以 女校 還是有offer something special head 超級 奇怪的 只能這麼說 OK 再來20個 Mississippi's Literacy Program shows improvement Missi 好 為什麼 我剛看也是傻眼了一下 Literacy Program Literacy就是 講說那種教育的 就叫人家讀字 就不要人家當文盲 所以Literacy Rate 就是我們講的 市字率 OK Literacy Rate 市字率 所以他的Literacy Program 好 讓人家不要當文盲的 這個Program 秀出了 很棒的進步 shows improvement 為什麼這好笑 第一個字就是 密西西比 美國的密西西比州 他的拼法 就跟我們中文念 密西西比 這樣拼出來 所以 我教大家一個小訣竅 密西西比的 所有的母音都是i 所以你看到四個母音都是i 所以四個i就丟進去 那裡面的me的部分 m開頭 就只有一個m OK 我們也很少看到 我真的還想不起來 任何字裡面 有兩個m連在一起 好像沒有 可是我們卻常看到 兩個s走在一起 也有可能兩個p走在一起 例如說happy就兩個p 對不對 所以他後面的 所有的子音 都是成雙的 所以你看到 密西西比 這個ss兩個 ss兩個 pp兩個 所以就這樣子拼就好了 這個字很難拼嗎 沒有嗎 mississippi 你看他拼成什麼 mississippi 然後在那邊說 四字率增加了 結果連mississippi都拼錯 這是什麼鬼 好 這就有點搞笑 那我也講過另外一件事 希望有的同學可能還記得 就是美國人在算說 幾秒鐘幾秒鐘 像我知道我們台灣人 經過軍事訓練好像他們讀秒都是 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 這樣子讀對不對 據我了解好像是這樣 軍隊裡面之類的這樣有 那 就是講英文的人的這種讀秒怎麼讀呢 他們就用mississippi這個字 ok 所以他有時候跟你說 你就坐下來數五秒 什麼什麼事情就會發生的 so you sit down and you count five mississippis 什麼叫count five mississippis one mississipi two mississipi three mississipi four mississipi 我剛剛是不是唸錯好像沒有 three mississipi four mississipi five mississipi 所以這樣就是five mississipi 那也就是五秒鐘 ok 你如果不信我的話 你自己可以數數看 one mississipi two mississipi three mississipi 就真的很巧的 因為我們講完五個音節 one mississipi 總共就五個音節嘛 正好就是一秒 一般人講完這個速度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算是冷知識 但是知道一下還不錯 好下一個 Northfield plans to plan strategic plan 哈哈哈哈 所以一個地方叫Northfield 他們計畫要來計畫一個戰略性的計畫 所以這標題爛透了 因為他用了三個plan這個字 不知道在搞什麼 好啦他爽就好 再來 Rooms with broken air air conditioners are hot 剛剛讀的卡卡 所以房間里面要是有壞掉的冷氣機 就會熱 不然呢 再讀一次 Rooms with broken air conditioners are hot fine 再來 State population to double by twenty forty Babies to blame 所以他們這個州的人口 State population 到2040年的時候就會成倍了 to double by twenty forty 怪誰 怪baby baby被生出來造成人口增加 什麼鬼 OK 再來24 Republicans turned off by size of Obama's package 我個人會認為 這個應該講的是 歐巴馬的一些政策上的東西 所以政策上的東西 像例如說這個health care package 或什麼這些 Obamacare 所以這裡說Republican就是共和黨員 被歐巴馬的package 的這個尺寸大小 說我們要做一些健保什麼幹嘛的 然後可能這個健保總共是多少多少的億 多少多少的trillion幾兆幾 多少的很很很很大的預算 所以Republican就覺得 不行啊這個太大一筆預算了 來好 那偏偏package這個字 還可以被理解為男生的那一包 OK就那一包生殖器 所以Republican就被歐巴馬那一包 給弄的很turn off 不太開心 So Republicans turn off by size of Obama's package 好了看懂了 再來 Greenland meteorite may be from space Meteorite這個字 基本上就是隕石掉下來 然後在地球上經過大氣層還沒有燒完 真的落地了 那個就叫做Meteorite OK還落地前叫Meteoroid OK 所以字又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字叫Asteroid 那個叫做小行星 還沒有跟真的行星一樣大 但他也是蠻大的 Asteroid 好所以在格力蘭發現了 發現了這個Meteorite 可能是來自太空 不然勒 他都叫Meteorite 當然是來自Space Survey finds fewer deer after hunt 不然勒 結果我看了這半天 多半得到一個答案就是不然勒 Survey就調查 調查發現路變少了 在經過了這個開放打獵之後 So after hunt There's fewer deer 路就變少了 那路Deer這個字 他是不會加附屬的 Ship is 羊 所以有些英文字本身他就是 他沒有他沒有加S的這個概念 這樣子 OK 27 說的是 Women missing since she got lost 所以在這個女生 迷路了以後 他就不見了 不然勒 OK 好所以 不過這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Missing跟Loss 是不同的概念 Missing是 這個人沒有辦法被人找到 所以要是我今天 特地的去把自己藏起來 讓別人找不到 很久沒見到Paul了 打電話沒有人接 我們要不要搜尋一下 他會不會去他最喜歡的漫畫店 或者他最常去的一些酒吧 什麼這些的 去看一看他是不是在那邊 他還真的找不到 我們就會說 Oh my God Paul is missing 可是我自己知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當然知道 我說不定跑去巴黎 你不曉得而已 對不對 所以Missing是別人找不到你 那Loss的呢 則不一定 像如果今天我迷路了 假設我真的去巴黎 然後在巴黎街頭迷路 不知道我的旅館在哪裡 我不會跟人家說 Excuse me I'm missing No 我會跟人家說 Excuse me I'm lost 當然不用英文說 因為法國人可能聽不到 But anyway OK 所以Loss是自己 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哪 但Missing 則是別人找不到你 所以翹家的孩子 叫做Missing Children 不叫做Loss Children OK 好28 Most Earthquake damage is caused by shaking 大部分地震的這些破壞損失 都是由搖晃造成的 不然呢 29 快看完了 Homeless survive winter Now what 無家可貴的人叫Homeless 終於撐過了冬天 Survive winter 現在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Homeless能幹嘛 你現在說Now what 我覺得有點諷刺 好這個是個新聞畫面 Two dead found dead 兩個死者被發現到死掉了 不然呢 So two dead that were found dead So they were found dead 他們被發現死掉了 好 最後一個 這好久喔 真的 蠻多的 Amphibious picture makes debut 這應該是打錯字啊 應該的話 這個amphibious是不是打錯了 應該對 我記得好像 他我相信他想講的可能是 左右手開弓之類的 那但是amphibious呢 我如果沒記錯 他的意思是兩棲動物 就是可以游 可以在水裡游 也可以在路上走的 叫amphibious 像青蛙之類的 所以他這裡用amphibious 應該就是用錯字 這樣子 好啦 OK 所以這個蠻漫長的 希望你跟我走完以後 會覺得還算有趣啦 那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做類似的單元 我覺得這 真實世界中的一些 母語人士也會用錯的英文 看來就蠻好笑的 心情蠻好的 讓我們覺得我們的英文 好像也沒那麼爛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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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邊 老師